重生后我一不小心买了五百套拆迁房 谁料未来岳父竟然要找人来做掉我 有人给我捣乱 你帮我去把他办了 好 你放心吧 侯先生 你可真牛叉 你就不怕结婚之后 老丈人给你穿小鞋吗 生意厂上无父子 更别说是老丈人了 如果我不拿出全部实力跟他交手 那才是对他的不尊重 公叔 有事吗 我认输 六倍就六倍 不过你必须今晚就签拆迁合同 可以 行 地址我短信发你 我知道了 待会儿见 侯急不宜有诈 还笑着把公明的话讲给了挣钱 高 侯先生您可真是高啊 公明可是有名的铁红鸡 一毛不拔 从他身上咬掉一块肉 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要不要一起去公明郊区的别墅玩玩 好啊 我也很想看看公明那老贼吃瘪的样子 半晌 两人顺着地址赶到了一片废弃的楼区 侯先生 你没看破地址吧 这里看着不像有人住啊 就在这时 几名混混模样的男子将两人团团围住 你们干什么 男哥 多了个大叔 无所谓 一起办了就是了 是公明让你来的吧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就要下去见阎王了 没错 是公老板让我来的 要怪 就怪你自己得罪了公老板 各位大哥 我是无辜的 我就是开车送他来的司机而已 饶我一条狗命啊 公明呢 这是玩不起了吗 面对这么多人 侯吉居然还能如此淡定 这份胆量让崔南产生了轻派 不是玩不起 而是这本来就是规则之一 只是你太年轻 还没完懂罢了 看你有几分胆识 我给你留个全尸 这位大哥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听到 明天我就连夜搬走 你们饶了我吧 滚一边去 你连全尸都没有 送他上路 此时一众小弟逼近侯吉 千军一发之际 侯吉突然喊道 崔南 你马上就要大火星投了知道吗 崔南这个人 侯吉记得非常清楚 历史上的今夜 他干完活回去跟兄弟们喝酒吃饭 结果那家酒楼发生了火灾 只有他机智地躲在了酒楼养鱼的大池子里 这才堵过一劫 你觉得这鬼话 老子会信吗 我是白龙王转世 精通周一八卦之术 能看破人的命运 今夜你白虎心高卦 如果我不帮你杜劫 你必死无疑 好 你说你是白龙王转世是吧 那你现在就给老子算一算 这損货会不会死 如果侯吉说不会 他就立刻动手 如果侯吉说会 他就放人 这样侯吉的谎言就不攻自破 好汉饶命 你要什么我都给 闭嘴 再刀比刀 我现在就嘎了你 快给老子算 他今夜是生还是死 挣钱 有我白龙王庇佑 你今夜必定平安无事 听到侯吉的话 崔南却意外地停下了手 你是挣钱 将美大亨挣钱 是 是我 我很有钱 大哥你要多少 我都能给你 求你别杀我 南哥 挣钱动不得 他最近刚刚接了几个市府的项目 是领导对他非常重视 算你运气好 今天老子不想节外生枝 现在你相信了吗 算你蒙队一回 说吧 老子今夜有什么节 要怎么化解 化解之法 你只需记住八个字 哪八个字 乾隆入渊 御水则安 之后两人被关在了一家星际酒店 侯先生 你之前说的话 是真的 还是在拖延时间 真的 那 那如果他度过了这一劫 明天还要对你动手呢 明天 他当进我入神 与此同时 崔南正带着手下在对面的酒楼吃饭喝酒 喝了凌晨饭店突发大 无数人分开窜逃 现在谢吗 多谢老神仙救我一命 此节一过 今后若有我庇佑 你将屏幕清云登顶江北之殿 崔南文言大喜 将一个录音笔拿给侯吉 里面有公明找他办事的电话录音 事情办得怎样了 是不是已经处理干净了 公明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老子侠水 你是觉得我命有多硬 才能惹得起这种神仙人物 公明听得是一脸猛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侯吉的电话打了过来 公叔 走啊 侯吉 你 你没事 托公叔您的福暂时还死不了 你把崔南也给忽悠了 侯吉笑不语 拿起崔南给的录音笔 将两人之间的对话播放了出来 侯吉 你什么意思 公叔 你说 如果我把这段录音公布出去 会发生什么 侯吉 你别冲动 那样做 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六倍 就六倍的价位 你把卡号打过来 我立刻让人把钱给你打过去 不好意思了 今天不是那的价了 那你想要多少 十倍 不可能 这个价位 你干脆去抢好了 这是敲诈 十倍 一分钱不能少 一天后我拿不到钱 这份录音将会被拷贝成 一万份流传出去 公叔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公明额头满是痘大的汗珠 事态已经朝着他完全无法把控的方向发展了 胡闹 我是怎么嘱咐你的 千叮零万嘱咐 让你千万千万别结万生枝 你倒好 直接给我捅这么大个娄子出来 那现在怎么办 哼 怎么办 他说要多少 你就给多少 破财免灾 不行啊 班长 真那样的话 我起码得亏两个亿 行了 你不肯赔是吧 我现在就报警 你到老里数你的钱去吧 别呀 老班长 我 我去想想办法就是了 公叔 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十倍太多了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 不对啊 公叔 你之前不是说 你身家三十亿 就算是十倍赔偿 对你而言 也是小菜一叠才对 公明顿失一次 六倍 就六倍了 猴急 就当是给紫苑一个面子 别把关系搞得太僵 我没把你找人办我的事 告诉紫苑 就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 公叔 做人不能太无耻 如果我十倍赔给你 现金流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难道你想看我公家破产 紫苑露宿街头吗 紫苑跟着我 只会吃香的喝辣的 他的家人 我也可以全部帮忙照顾 会露宿街头的 只有公叔你自己而已 当然 我也可以不要那么高的赔偿 只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哼 想让我把紫苑嫁给你 你想都别想 不是这件事 我要你把我介绍 给你背后那位